你是否常常在Facebook 或是YouTube上看过这种人呢? 他们学士渊博 聪明决定 掌握财富密码 经验丰富 但是他们却不自己去赚钱 哪怕明明可以升价过一 但他们就是不要 他们只想要来帮助 教你怎么赚钱 没有错 这类熟悉又陌生的大善人 就是我们亲爱的GuruGuru人 然后随着我们的课程商机 被人看见 哎呀 这种开课程的老师 可以说是越来越多 教投资的 教写文案的 都是普遍的 现在连教多大的人都有 哈喽 不要那么夸张好吗 玩游戏都可以开个课 那我下次可不可以也开个课 教观众如何正确的 观赏卢卡斯的影片呢 嗯? 同学们背好口诀 先看后站 记得看完也要支持订阅分享 OK 我们继续 那随着这些课程日益泛滥 这些大师们也开始 掉下神台 很多的网民们也开始去抨击他们 而其中知名的律师兼自媒体 杜函念律师 以及大马知名歌手兼DJ温丽敏 都曾公开吐槽过他们 说这些大师给够最好的建议 就是让学业人把钱给自己 结果一致获得网民们的赞同 还伴随着各种各样对老师们的吐槽 不外乎就是烦啊 讨厌啊 恶心啊 呸 哎呀 真的非常神奇啊 因为Guru这个称号就是因为你受人敬重 才可以叫做Guru的 当一个Guru不再获得人心的时候 那应该怎么办呢 嗯? 各位Guru们 你们是否也遇到同样的窘境呢 别担心 今天就由我Guru Lu来给大家分享 是的 传统的线上教学模式兜售课程的方法 已经不能够再受到众人的尊敬了 你是否非常迷茫呢 别担心 因为Guru Lu将会教给你一套新的方法论 不要999 不要99字 需要9.9美金 就能够让你学生对你的尊敬长长久久 没有错 这个方法就是 Shut the fuck up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讨厌Guru呢 第一个原因就在于 大马很多老师的课程内容是参差不齐 而且劣质居多的 目前Guru的市场门槛极低 基本上只要你拥有Facebook account 和一台手机就可以了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镜头 哼哼 想是很有钱 但是连一个相机都不舍得买 哪个手机随便对着一个场景拍一拍 就可以开始卖课程打广告了 无需经过任何的检验跟认证 这也就导致了很多16岁就开始当CEO 30岁就有60年的销售经验 和巴菲特一起吃过饭 可能是在同一个场地等等 就说自己是巴菲特的爱徒 用过几次淘宝就说是马云的Buddy 但这样子的课程内容往往却是良悠不起的 有些教大家写文案的大使 结果他自己写的广告文案只有8个Live 有些人课程的preview砸重金做到很美 买了之后才发现里面只是一个Zoom Record 而且连麦克风都懒得买 那个声音叭叭叭 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有的课程则是说好是Live 结果点进去是Record的 而且连观众的体温环节都一模一样 这种感觉是不是非常熟悉 没有错 就是我们每次买薯片 以为里面满满的都是干货 结果打开全是空气一样 你又怎么能不气呢 还有一些课程 它的内容是基本到 连我刚刚下午吃的肯德基都觉得很笨 基本 Anyway 比如说曾有网民爆料 他花三位数价格购买的一个 建立销售报报的Shopee店课程 结果里面无非却是Shopee平台 本身就提供给卖家的指南而已 还有一些卖脸书广告的课程 哇 结果你点进去之后 你发现里面只是教你怎么打广告 而这些东西在脸书的Q&A里面都有 有一名经营多家甜品店的老板黄先生 刚好发现一家培训机构 提供网络行销的线上课程 就汇款了2588令吉 报读这个课程 但对方却只发了一些视频的链接给他 叫他自己上网学习 如果你去执意 这些Guru就会不断的给你打鸡血 告诉你更高级的内容都在我更高阶的课程里面 请您继续签购 然后不断的替你加油 说要成功就要肯花钱 Come on 他们是不是觉得帮我打了鸡血之后 我就会变成体管鸡呢 然后就有一部分人因为投入了一笔小钱 然后他不甘心被骗 就会开始说服自己讲说 也许他讲的是真的 一定还有更多的东西在后头 结果就不断的被upsell 却因为沉默成本而不愿意放弃 轻则失去钱财 重则更有人 因为听信了老师的话 而导致自己损失惨重 打算轻生 是的各位真的非常惨 当然这个时候就有一些学生和老师说 乱讲我们的学运很厉害 OK shut the fuck up 那就代表我没有在讲你 OK 我只是讲有很多人参差不起 并没有说所有都是烂的 我们再剖析一个 为什么大家会讨厌老师们的现象 请不要搞我 那如果课程的内容不一定好 那怎么办呢 哈哈 课程的名号就一定得想 比如一些文案课 就号称说 可以教你在5秒写出报单文案 5秒哦 各位哪里可能呢 唯一make sense的就是 他在教你怎么用5秒钟的时间 打出报单文案这4个字 这样他也没有骗你了 就写出报单文案罗 还有一些呢 他声称可以教你一套formula 写完所有的文案 超神奇 这么好的课程 我真的会推荐 我那个做兵仪业的叔叔 还有搞婚礼策划的阿姨 一起来买 还有这个也是很经典的 每天9亿美金的收入 戴楼 如果你每天都有9亿美金了 你还要收我一个9美金的课程 呃 其实我们都明白的 在销售的层面上面吸金的标题 可能是必要的 但是不能够过于夸大 这样子导致货不对办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让自己搞上麻烦 例如马来西亚的电商客奖是V什么什么 蛋就曾经被指控过 他声称只要花将近5000马币 就可以帮助企业起死回生 结果观众却反馈 听到的东西真的是基础到不行 一目之下就直接报警立案了 还有一些老师他们会故弄玄虚 把一些简单的操作包装成秘籍 比如说让你做一个YouTube影片卖东西 在这个YouTube里面讲一些商品 那以后这个影片可能就会被人家看到 于是他就把它取名为 百万自动吸客系统 而且前面会跟你讲 不需要销售员 不需要店面 而只要一部手机就可以达成 不就是拍YouTube影片吗 自动吸客系统和网上全自动教学系统 其实都是市场上能够找到的软体和平台 又或者是叫你怎样在FB和YouTube卖广告 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需要花8万港币 去跟测试键学呢 诶?这找我用过 我上次就讲说我是休眠充电模式 结果老师把我的头就讲打瞌睡就打瞌睡了 还有一些人呢会玩文字游戏 例如他告诉你不用钱也可以买到房子 当然其实不是不用钱是需要你去借钱妈的 如果真的不用钱的话 那全马来西亚的房子都是Hard Level 还轮得到你来买 是的各位 如果有这么大的商机有这么大的方法 他们自己不赚 他们却教你赚来跟他竞争 那这就引来了我们下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去赚这个钱呢? 嗯? 其实很多咕噜呢他们会被诟病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我们不相信他的实力 你想象一下如果是随便一个阿猫告诉你 每天早上起来打坐就有助于你提高你的金融嗅觉 帮助你的投资 你一定会骂他 你可以死开一点嘛 但如果是巴菲特告诉你的话 你会怎么想? 你会觉得应该是我自己的境界不够 体会不到这么高深的东西 没有错 这就是普通人和有钱人的差别 普通人在外地想家了就会回家 有钱人在外地想家了 则是会买一间家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质疑的是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有实力 是不是真的靠自己所教的方法 变有钱的 但是其实现实里面很多老师 并不是靠他教的内容变有钱的 而是通过麦尼克而变成有钱人 香港的YouTuber陈志健 就曾经是一个健身教练 平时就是拍很多的video 介绍人们要怎么去经商等等 但是他自己的生意到底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2014年车志健第一次创业 退出一款以运动消耗的卡路里 换取折扣或者优惠券的APP 然后光是开发这个APP 就用了190万港币 最后不止钱赚不到 还倒亏了400万港币 车志健以前只是健身教练 没经营过什么成功的企业 他最成功的生意 就是叫人怎样做生意 那又凭什么可以去叫别人做生意呢 那这当然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但是也有很多人是隐藏得很深的 因为他们会不断的刷履历 例如说到外面买什么奖 什么十大厉害青年 成功华人企业家 然后到处去刷一些无法被验证的 一些testimonia 甚至是很名人吃饭之后就拍照说 自己和对方很熟等等等等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想说 其实我和魏家祥也蛮熟的 你看 而矛盾的是那些真正一秒几百万上下的大佬 你觉得他还愿意花时间去卖你一个99块的课程吗 所以Gurulu呼吁大家有上进性是好事 但我们也要谨慎的了解老师的背景 看看他之前是否真的有可以去参考的成功之道 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你想要复制的成功之路很有可能就只是他的套路而已 再次澄清我们不是说全部的老师都是这样 但问题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大马的老师会成为老鼠屎呢 没有错 因为在大马我们的知识付费是在MCO期间 由于实体生意受挫 大家只能够在网上另寻出路的时候 才开始意外性的爆发与增长 可谓是大马的文艺复兴 因此我们还来不及建立一个权威的健全的统一的资本大的 想要做长远的知识性平台 AKA给你满满的大平台 满满的大平台 而现在马来西亚的状态就是大家各自立门户的野蛮是增长 看一下国外的知识付费吧 美国有Masterclass, Canada Academy 中国有罗正宇的得道,良文道的看理想等等 而这些APP和大马最大的不同在于 他们是由组织性的大平台亲自去网罗各界大佬来授课 例如说得道请各界的大学教授来授课 看理想则是请各个大学的文化人来做证 Masterclass是找Christopher Nolan来教你怎么看电影 Samuel Jackson教你怎么演戏 还有Golden Ramsey教你怎么骂出口 不是,sorry,是Golden Ramsey教你怎么做早餐 当然不是说不是大佬就没有机会了 如果你是普通想要分享的老师 那外国也有所谓的UGC用户生产内容的平台 例如中国就有喜马拉雅,外国就是有Udemy等等 所有人上去都可以售卖课程 学生也会来这里选择课程平台 这是抽拥生存 那无论是UGC还是刚才讲的大师们集结的平台 每个人都想要做大做强做长远 自然对于内容品质以及售货服务有很高的要求 也会有中立的用户review机制 让学员给老师们打分 自约老师的自吹自擂 如果不满意 你甚至还可以退款 毕竟求学如逆水行舟 不禁则退 款 如此一来大家就不敢乱乱做课程 不像大马的老师一样 想的都是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内 捞一笔钱就走人 结果就是把preview做得比自己的课程内容还好 就跟这个Godzilla的电影一样 哎 Godzilla出现几分钟也可以叫Godzilla 骂的为什么也不叫human 讲到这里你以为我们是反对课程的吗 当然不是 我们只是反对那些不负责任的自吹自擂 以及品质低劣的问题课程 毕竟我是Guru Lu 我怎么可能反对我自己呢 事实上在大马我们的教育体制确实是很不足的 举一个例子一些大学金融学生 可能认为某些老师教的理财知识很基础 但是你想想对于普通人而言他们就是不懂了 基础的理财知识也是很重要的 毕竟金融理财并不属于我们大马的基础教育范畴内 大马的金融产品评比网站RinggetPlus和Visa连办的一个问军调查 就发现大马人的理财能力很低 没有错 同样的各位在各种领域也是一样 学校的电脑课教你做什么 教你用Pen来画画 没有人教你怎么修图 剪视频 包括媒体试读 怎么去做Facebook等等 完全没有 语文课 文学课 只会教你死记硬背 风和日丽的早上 怎么可能还会教你写出有创意的剧本或是文案呢 这就是大马的教育问题 它没有一个现代化跟上时代的课缸 没有一个实用的课程 所以人们毕业之后 如果没有办法接触到更深的领域 自然就必须仰赖这些网络的老师和课程 尤其是在这个世界巨变的年代 没有人会想把自己的未来放在一个篮子里 刚出生的Gen Z 比起父辈 更倾向于把自己的兴趣更专业成为斜杠青年 那么学习更多的技能就是他们的刚需了 所以我们需要反思的不仅是老师 也是大马的教育体制 当然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有决心做长远的平台 帮助我们提高整体网络课程的数字 让大家一起进步 但很可惜 现阶段大马要做到非常非常难 所以各位朋友们 我们要怎么样保障自己 能够选择到一个对的课程呢 意志详情 请大家选购我们的课程 我们有提出一个新的 三分钟教你辨识好课程的课程 请看Preview 三分钟教你分辨好课程 好的Guru带你住养房 不好的Guru让你更迷茫 选择好的Guru很重要 你还在用Wikipedia搜他们的背景吗 搜不出的 因为大家都很厉害做背景 不像我 由这40年选课经验的Guru 今年25次将会推出最新的课程 教你在一秒钟之内 就可以分辨出一个老师的教科能力 我们的课程将会通过 北斗指能 色彩性格分析 十二星座 八卦阵等等 教你认清自己的兴趣 以及天赋知道自己要学什么 然后在众多网上课程当中 再通过紫薇斗数 帮你匹配一个 与你相符合的老师 绝对保证所有的技能 都可以被你吸收干净 如鱼得水一番风顺 恭喜发财 祝你过个大回年了年纪 那我们的课程原本是9999的 但是看在我和你有这个缘分 你现在只要按一个like 只要按一个like 按一个like Do it now 那么原价 这个999的课程 现在只要999美金就可以了 如果你再定一个月 我就算你99美金 如果你再分享 我就算你9美金 你说GuruLu好不好 好不好 所以想要的朋友们 记得做完以上的动作 在下面留言GuruLu 我们就会有专人来联络你的 我觉得你如果要留意 你愿意不得了 我告诉你 你是不是再说 这个故事 不是余的 我愿意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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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了